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6月21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講今天的新聞題要 《香港無法越南聯合早報》一篇 拜登說習近平是獨裁者的文章 有分析說是選擇性限制香港用戶 多個人權組織的示威者 無據中使館偷拍 在柏林總理府前就李強到訪舉行抗議活動 呼籲德國政府 無人權 無貿易 有海外的華文媒體主編爆《忠生社》 借大外宣撒取賄賂 知情人士說 文官近年急急安排家屬移民 詳細的新聞內容 新加坡中文媒體聯合早報 最近一篇關於拜登說習近平 成為獨裁者的報導 在香港無法越南 但香港境外地區均可以成功開啟 同時本台發現 多片關於香港今年六四悼念的報導 也出現同樣的情況 引來外國新聞媒體 在香港遭到屏蔽疑慮 但聯合早報其他內容 大部分在香港都可以瀏覽 多位網絡專家向本台分析時 質疑涉事新聞媒體 考慮到政治、市場和法律等因素 選擇性針對部分報導 限制香港用戶瀏覽 聽聽李玉宇報導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網頁版 星期三早8點多 刊登一篇題為拜登稱習近平為獨裁者的即時新聞 內容引述英國路透社報導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近日在北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之後 總統拜登公開說習近平是獨裁者 不過本台發現 在香港境內 這篇報導雖然可以在Google找到 但就沒辦法開啟 網頁只是顯示 你所訪問的頁面不存在 甚至在即時新聞欄目 聯合早報的官網內搜索都被消失 奇怪的是 同一天 拜登說習近平是獨裁者的相關內容 在全球和香港本地多家媒體都有罕在 而且都可以在香港境內看到 問題究竟是出在地域 還是聯合早報網頁技術問題呢 本台以VPN和境外多個地方實地實測 無論是台灣、美國、日本和英國等 都可以看到聯合早報這篇涉事的報導 但香港境內就不可以 至於聯合早報網頁的主要和其他報導 本台在香港境內外大部分都可以正常瀏覽 包括習近平、香港范修麗和黎智英等議題 但至於六四議題 今年6月4日和6月5日多篇關於香港六四活動的報導 包括警方拘捕到聯六四的人士 和維園舉辦慶回歸活動 都有同一情況 也就是在香港境內被消失 但在境外就成功瀏覽 而以前其他六四內容就暫時未見到受影響 移居台灣的中國網絡工程師兼公民記者佐拉 協助本台調查相關網頁的域名、伺服器、CDN和Anycast技術的問題 他有這樣的發現 阿板有一個美國維基尼亞有一個 是為了讓讀者訪問網站比較快 在香港這個伺服器是說香港國安法 或是說香港政府去管轄的 佐拉補充說 對比台灣和香港 可以看到兩地都可以連接同一個來源的主機 理論上當對方發佈內容 兩個地方的用戶都可以看到 認為事件並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要求對拜登稱習近平為獨裁者 這篇文章做了刪除動作 是聯合早報主動屏蔽了香港的用戶 不讓香港用戶看到那篇文章 並且從首頁裡面移除了那個鏈接 這個是手工去完成的 它不是技術手段去完成的 不是某種關鍵詞封鎖去完成的 它又不排除聯合早報為了迎合中國市場而自我審查 所以在其他地方沒有受影響 而在香港境內 都可以看到本地和境外媒體 關於拜登說習近平是獨裁者的相關內容 香港互聯網協會開放數據小組召集人王浩說 向本台整體分析的時候都認為 似乎不是伺服器或禁網等技術問題 而是聯合早報有某些特別考慮 而對香港用戶的限制 它以Netflix為例 會因應個別市場、法律和地域等因素 而對不同地區限制內容 不過對於在新聞網站出現這樣的情況 它都覺得有點奇怪 希望就著內容上的控制 它們有它們自己考慮的因素 但是譬如說如果撇除是事故器本身的話 按道理就在一個程序設計上或地區上 讓它們考慮 本台星期三下午3時半 向聯合早報了解原因 對方口頭回覆本台說了解中 而港府資訊科技局已口頭向本台說 問題並不是他們的工作範疇 建議向執法部門等相關部門查詢 由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中國網絡審查的防火長城 會否伸延到香港備受關注 2021年起 多個人權和政治網站 懷疑遭到港府以國安法為由封禁 包括紀錄警員和親政府人事資料的網站 《香港編年史》 和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官網》等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日月月報導 中國總理李強出訪德國 中國粉紅軍團大陣仗 在德國總理府外列隊歡迎 中國駐德使館人員坐陣現場指揮 並對示威者偷拍 多家人權組織控訴中國政府惡劣人權行徑 呼籲德國政府不要見利忘義 聽聽情聞報導 週二德國柏林總理府 為中德政府高層初商會議 舉行隆重的開幕儀式 只是德國訪問的中國國家總理李強 有份共同主持了這次會議 在會場外 抗議和中國官方組織的歡迎活動 也在同步進行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和歐洲之聲等 多家人權組織 聯合發起主題為 無人權無貿易的集會 抗議中國政府人權惡行 要求德國總理索爾茨 就中共所犯下的罪行 發表明確的聲明 而不是基於經濟利益選擇與中國合作 歐洲致政創辦人廖天奇 在接受本台採訪時 批評索爾茨在中德政府初商會議上 將人權問題輕輕帶過 我們一再提醒德國政府 絕對不能為了經濟利益犧牲人權 不管我們怎麼提出來 不要只顧這個經貿 一定要注重人權 但是執政者 還是非常注重跟中國的經濟 我其實注意到 這次他們的談話 Schatz雖然也提了人權 也就是晃一下 這樣他就可以對媒體交代 也可以對人權組織交代 但是他真正的關心重視的 事實上是經濟問題 而李強說的話 主要就是經濟為重 另外 廖天奇指 當日柏林警方將抗議地點移至偏遠的地方 而將中國粉紅軍團的歡迎活動 安排在正對柏林總理府的位置 他將會聯繫其他組織 就此作出投訴 示威者當中有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和在德國的流亡人士 他們舉牌聲援包括網名叫編程隨相的阮曉環 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夫婦 新公民運動代表人物許智詠 丁家喜和懷疑遭中共跨境逮捕的 擦場運動發起人喬陰陰 以及因為惡族遺跡案被重判的牛藤宇等人 而本台記者從柏林中央火車站到抗議現場的路上 親眼看到多名 像中國留學生模樣的人 在監視和偷拍抗議者 抗議現場更有三名 疑似中國大使館人員 監視示威者 其中一個人在偷拍 記者詢問他的身份時 三人就迅速轉身離開 另一邊相會長地對出 有過百名在德國的華人和留學生 串帶統一 首詞易烈歡迎李強總理訪問德國的巨大標語 並揮舞著中國國旗 列陣歡迎李強 期間有中共官媒進行拍攝 而抗議的代表演講期間 至少有五組歡迎隊伍裡的中國留學生 變身成為普通遊客或路人偷拍演講者 本台記者詢問其中一名留學生 問他歡迎活動是自發的 還是統一組織 對方就拒絕回答 一名參加抗議活動的中國留學生喬 和記者說 在他到達現場後 就看到央視拍攝愛國粉紅的歡迎場面 他表達了抗議 結果很快受到跟蹤和拍攝 對方堅決否認是大使館的人員 在我中央電視台想接著繼續錄 然後我又喊一聲習近平傻 他們就把警察叫過來把我支撐 通過對現場照片和影片 以及資料進行對比 記者發現在現場指揮歡迎隊伍和對示威者進行監控的一名中年女子 是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留學生署的外交人員 判盟臭 另外監控抗議現場的人當中 也包括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留學生公參王委 對此喬表示 中國使館指使當地的中國留學生做人盾 他呼籲留學生他們 不要充當中共的邪屍無偶 中國想玩對歐洲和美國分而化之的這套把戲 我希望歐洲和美國能就像在冷戰時期一樣 在面對中國和俄羅斯對自由世界的攻擊的時候 也能再次堅定站在一起 有份組織這次抗議的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斥責中國政府時意撕毀具有國際約束力的中英聯合聲明 並且打破一國兩制50年不變 和香港享有自治權的承諾 呼籲德國政府在與中國經濟合作時要以此為監 抗議現場來自德國基民盟的國會議員布朗德 在演講中表示 德國上星期通過的國家安全戰略 沒有提及台灣、香港人、壯人和維吾爾人 更沒有提及拘押過百名維吾爾人的新疆集中營 因此他認為要與盟友一起制定 反這些人權迫害行徑的戰略 另一位來自基民盟的德國國會議員海澤維德 也表示德國並不是與中國脫鉤 而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 並向中國表明希望加強基本國際規則的秩序 這種秩序依賴於談判和外交 而不是通過壓力和私家影響以及侵犯人權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日本的華文媒體總編舉報中國新聞社 借大外宣謀取私利 消息引發震盪 但迅速被輿論維穩 有資深的業內人士反映 中國在習近平治下 形勢急轉直下 雲宣官員紛紛將家屬轉移到海外 以大外宣專案 撈取跳船資金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再聽聽情文報導 擁有404萬粉絲的日本華僑報總編輯蔣峰 星期一晚在微博爆料說 中申社相關負責人 根據送禮的情況 確定參加中申社海外華民媒體活動的人選 他因為拒絕送禮導致他未能參加活動 他希望中申社幾位部門與他聯繫 蔣峰並表示 一直以來包括採訪中國兩會 都是通過駐日本大使館新聞處確定人選 日本華僑報自我標榜為 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被認為是日本華民大外宣媒體 這次是自2009年 中國官方投入巨資 在海外進行大外宣以來 首次有海外大外宣的當事人 主動站出來指控文宣系統的腐敗 因此消息一出 立即在中共文宣系統內引發震盪 但微博很快就消失了 不清楚是遭到中申社方面施壓要遮罩 還是當事人主動刪除 為此本台記者第一時間聯繫上了日本華僑報 一名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先聲稱 蔣峰不在報社 叫記者在稍後指定的時間再打電話去 當本台記者按預定的時間 再次聯繫那個編輯部的時候 那名工作人員又改稱蔣峰已經外出 他叫記者和報社的社長聯繫 不過社長目前在外公幹 在事件當中被控涉及貪腐的中申社 是屬正局級單位的中央媒體機構 面對指控 中申社辦在回應本台採訪時 聲稱他們並不掌握相關的情況 中申社幾位回應本台記者採訪時 也聲稱不知道這件事 但希望獲得相關的資料 並承諾會將相關的資料給領導 至於記者提到的大外宣經費 幾位工作人員就表示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就有一項所謂的國際傳播經費 有熟悉內情的文宣系統人士和本台記者說 中共當局每年都有巨額的外宣經費 通過僑聯和中申社等機構 分配給承擔外宣任務的外媒 同時在海外組織由中國人註冊的假外媒 文宣系統官員視之為絕佳的賺錢機會 另一方面 有關官員透過提供兩會等活動的採訪名額收取回購 而這些假外媒的操盤手就借這些機會 從其他一些有所圖的金柱身上獲利 有啥些不敢收啊 外外宣這都是有經費的 這種錢不少來 公安部都每年都給這些媒體錢來 公安部給敲連他們付的一些錢 給這個中申社 中申社拿著這筆錢去搞活動 那敲連幫他們承擔 才叫往日外媒 說實外媒實際上是中國人自己辦的 每人也能拿到兩位證件 記著這 你可以拿個證件給兩位去 賣個證件 一個證件幾十萬塊錢 有的人覺得很值錢 可以跟那個戀友 張家維有的去黑人 這些就是關係啊 這名知情者又指 過去十年中國的局勢持續惡化 文宣官員對此有最直觀的感受 因此包括央視、新華社、人民日報 和中申社等央媒的官員 以及一線的宣傳員 很多人都選擇把親屬送到歐美 為此他們不擇手段地 撈取跳船資金 這已經是屬於常態 中國政府每年耗資70至100億元 用於海外傳播 也就是一般話的大外宣 由此以來的腐敗和荒謬屢見不鮮 2018年兩會期間 大陸第一財經記者梁湘怡 在美國全美電視台執行台長 張惠君提問的時候翻白眼 成為了標誌性的輿情事件 美國全美電視台受中國駐美大使館邀請 採訪兩會 本台記者根據洛杉磯的註冊地址 進行實地調查 結果證實電視台總部 只是一個租來的小油箱 而辦公電話的登記地址 也只不過是一棟文房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台灣MeToo風暴未有紫色的跡象 從政圈開始一直蔓延到文化界、學界 最近燃燒到娛樂圈 網紅耀樂直指在他16歲的時候 台灣藝人嚴雅倫在未經同意下 和他發生性行為並偷拍 最終性愛的影片被愛留 嚴雅倫周三突然現身耀樂的記者會鞠躬道歉 強調沒有做任何強迫意願的事 但耀樂並不接受這個解釋 聽下純音報導 耀樂在星期三中午12點召開記者會 不到幾分鐘 嚴雅倫突然現身 引起現場傳媒一陣空洞 他一開聲就雙眼通紅道歉 網紅優耀樂 星期二晚在社交媒體指控嚴雅倫 在他16歲時即是未成年時 和他發生性行為 更加在未經同意情況下偷拍 自2018年9月 這些性愛影片更加被愛留 耀樂被逼休學三年 嚴雅倫星期二才發出聲明道歉 星期三在突發帶同一位保鏢 和六位工作人員現身耀樂的記者會 兩道鞠躬道歉 他說 今天是你的記者會 至上你有很多事情要說 所以 我就把時間留給你慢慢說 如果之後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會回應 或是你想要聯絡我都可以 謝謝 整個過程大概一分鐘 耀樂面對嚴鴉量得如其來 全程崩潰低頭顱在桌上 不願意直視對方 在嚴鴉量離場後 更加因為需要調整情緒 中斷記者會近10分鐘 面對強迫發生性行為 和偷拍的指控 嚴鴉量離場後再強調 絕對沒有做任何強迫意願的事情 這是真的 我們當時就是在交往 絕對沒有通過 又落重返記者會後 都嚴鴉論的解釋一一反駁 我當時對話記錄很明顯的就是跟他說 我只有跟你一個人發生過性行為 而且我沒有允許過你進行拍攝 所以他所說的沒有強迫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無疾之談 它確實是有發生的 我認為不管是在情侶之間 兩性之間 交往期間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性質主權 你都應該要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 而不是另外一班所想要 就得必須演 事隔五年 他仍然難以釋懷 要求對方先將當年影片外流事件交代清楚 整件事情等被爆料出來後 才做道歉 這個道歉是很沒有誠意的 而且我也覺得沒有必要 對於嚴鴉量曾經表示 或者因為在外面整手機的時候 被有心人道取所致 要落話難以接受 感覺被膚顯 質疑是嚴鴉量故意流出 要求他正面回應 台灣衛福部門說 事件可能涉及違反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分查資料 如果罪成最重可判查7年 性侵16歲未成年者 最重判15年 今次的MeToo並不是個別事件 自台灣政治劇人選之人造浪者播出後 台灣各界開始有受害人鼓起勇氣 站出來 先是5月底 一名前民進黨女性黨工 揭露去年被合作廠商人員性騷擾 但求助黨內主管被難處理 風暴隨即在政權蔓延 包括民進黨籍洪志坤 被指對女導演無控騷擾 時事評論人朱鶴恒 被指強文過民黨事議員鍾沛軍等 更加引發民進黨籍的太陽花學運領袖 要推選立委 而在娛樂圈 男藝人許傑暉 有顧家好男人之稱的右性 著名主持人王子皎 都被指控性騷擾 控訴被性侵的不僅是女性 中有男性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都被控 多年前分別向兩位台灣清華大學男校友 強文或性侵魅水 其中一人提出控告 王丹都因此被稱大宗旨聘任 台北地警署證實 以涉嫌強制性交魅水罪徵辦 趙亞洲電台記者順音台北報導 香港移民潮下人手方問題惡化 港府過去半年推出個項措施搶人才 包括高端人才通行政計劃等各項人才輸入計劃 至今共批出約49,000張簽證 數目超出每年的目標 香港特首李家超更說 年底有望翻倍 有告財通申請者 在內地被金融機構裁員 因香港人工高 國際化等吸引到香港 也有內地民眾坦然 到香港是為了小朋友 聽同書月報導 香港特首李家超 星期二出席一個傳媒論壇時說 高財通等各項人才輸入計劃 實施至5月底 接獲84,000張申請 批出約49,000張簽證 數目超出每年35,000人目標 證明香港具足夠吸引力 因為按照目前趨勢來看 年底的數目會達到雙倍 即批出約10萬宗申請 至於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李家超說 過去半年已經在全球接觸超過150家企業 吸引他們來香港落戶 他本人和其他官員 都多次外訪宣傳香港 他說香港不僅是超級聯繫人 更是增值營超級聯繫人 本台週三向勞福局查詢 當局面有回應 49,000張申請裡有多少是來自內地 針對高財通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長孫玉咸 5月中曾說 截至4月底接獲2萬7,000宗申請 當中1萬7,000宗已經獲批 在約1萬名已經領取相關簽證的申請人裡 約5,000人已經抵港 以從事金融業居多 他說約3分之2申請來自內地 另外3分之1來自海外 而部分在海外提交的申請都有內地背影 全球北強大學畢業生M女士接受本台訪問說 3月份申請高財通 形容審批用快 過程不複雜 由申請到保交文件 都只是一個月獲批 他原本在上海的金融機構工作 但在不敵公司裁員潮 之後見到高財通計劃而吸引來香港 這個計劃推出之後 我覺得對於 尤其是對於我學金融的畢業生來講 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 對我們來說是更高的平臺更恐怖的視野 那外資工作機會相對包容相對更多 同樣薪水水平也會更高 我覺得這也是高財通的一個 吸引人才的一個重要點吧 對於之後們會留在香港生活 M女士說 如果工作穩定 能夠為香港社會帶來價值 都願意留下 自港府推出高財通計劃以來 內地網民熱烈討論 小紅書都流傳各種來港攻略 有天文聲稱3天就獲批簽證 又說一人通過 配偶和子女就同樣獲得高財身份 比起優才來講 簡直是方便不過 香港的教育環境都吸引人才前往 有內地網民說 簽證主要是為了小孩子 他說 我們就是為了陪小孩子過去上學 香港國際學校學費比內地便宜很多 教育資源好些 準備多條路可以選擇 都有網民說 小孩子如果落戶香港 之後去外國發展有更多選擇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瑜報導 接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 聽聽胡凱文跟大家說一下 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6週年前夕 香港特首李家超接受黨媒文匯報的專訪 除了背重式地說 國安法有效打擊危害國家安全之外 更加指要透過不同行為和現象體本質 來防範遠對抗 還既然說不犯法不代表不可造成破壞 下一步甚至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這番言論一出 香港人的反對聲音日後變相會更容易被以言入罪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星期二 在網站中的民言快信最新消息中宣布 取消並不再公布八類民意調查和結果 包括民言前身、港大民言 在1997年回歸起至今的六四事件周年民調 港人、中國人身份民調等等 被取消的定期調查項目佔了四分之一 亦會轉作內部參考、學術研究和付費服務之用 不作公開發表 包括六四事件、身份認同、回歸系列、兩岸問題、 紀律部隊民望、世界視野、 議員評分和部分社會指標 詳情會於7月公布 被稱為航空界奧斯卡的Skytrax 在星期二公布最新的2023年最佳航空公司 在2018年奪得冠軍的新加坡航空再升一級 並且第五度奪得世界最佳航空公司的大獎 當年位居榜首的卡塔爾航空就排第二 第三名是ANA全日空 而第四名和第五名分別就是亞聯酋航空和日本航空 香港的國泰航空就由去年的第16位爬升到第8位 並且首次被評為提供全球最佳機上娛樂 香港初選案在星期二續審 被告之一鄭達鴻繼續自便 說公民黨內部會議認為否決預算案 迫使政府回憶五大訴求並沒有違法 曾經是公民黨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也指出運用否決權和初選不犯法 他本人曾經研究《基本法》 認為要求行政長官透過協商以解決分歧 是體現行政、立法互相制衡的關係 於是即使否決預算案 都不會造成癱瘓政府的後果 香港律政司在今個月初入品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要求公眾人士不得在任何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 香港記者協會在星期三晚發表聲明 表示已委憑律師致涵律政司 向律政司撒取相關的法律文件 如果有需要會向法庭申請加入案件 申請新增在新聞工作方面的豁免條款 同時強調既協無意發佈或上載《願榮光歸香港》 亦都並非成為案件的答弁人 只是針對有關歌曲在新聞工作的時候出現的情況 向法院尋求協助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節目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